你是什么 到时候 你就带着他的尸体回去 就说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被天蒙会杀了 娇娇 我已经跟您说了很多遍了 整个老一家除了我 还有谁能带兵打仗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老三到时候要是回去的话 对你的威胁太大了 大就大 大家各凭本事吃饭 我没什么可怕的 如果我一连肾没有这个本事 我也做不了 今天扶军的少帅 老三这个人 我肯定不能杀 但是有一笔账 我还必须要跟他算 少帅 是为了姜左的证据而烦恼吗 不是 家事 红玉少小离家 有时候还挺羡慕那种 能够为家事而仇的人 这寻常人家里的孩子呀 烦恼都不过是一些 家常里短的小事 不像我们一家 每天都不离家 我们还是乎 我们添加 我们要余 这次 咨询的 那就像志 那已经邻居了 我们在某个人 我们的娘们 我们要去 我们快充饭 我们的娘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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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 回来了 大嫂 清桑怎麼樣 你可算回來了 她現在還病著呢 好 小桑 小桑 蘭波 小桑 回來就好 回來就好 我在勇敢的每一天都在想著你 都在念著你 我怕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夢到你被他們殺了 我好怕 我拿著你的衣服 可是衣服是空的 我 但是你的味道還在 我就知道了 你還活著 我就知道了 你一定會回來 我當然會回來的 我對你講的話 什麼時候誓言過 這下好了 姑爺回來了 三兒也不用再擔心了 你們終於能團聚了 有團聚 就一定有分離 有什麼事嗎 我來請三弟問話 出於兄弟情分 我讓你們夫妻見上一面 但除了兄弟情分 我還有一些公務要辦 勞煩三弟跟我走一趟 不知道二哥是什麼公務 這麼著急 老三 你槍殺宋副官 這件事情 我必須得查清楚 原來二哥是因為這件事 小桑 你放心我去去就回 我想二哥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放心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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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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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強 入我扶軍十二年 一直是兵王 單兵作戰能力無人能及 屢立戰功 在戰場上替我擋過子彈 救過我的命 當日我擔心之山危險 特派此人上山 保護三弟的安全 可是在三弟下山的時候 秘密將其殺害 草草掩埋 至於其中有什麼樣的緣由 還望三弟給一個說法 你不說 就按軍閥處置 說吧 你總該不會無緣無故地殺了老二的人吧 你真的要保重身子 姑爺的事 我們再想想辦法 你現在這個樣子 她看到了也會心疼的 等羊好身子 等姑爺好嗎 藍婆都不知道能不能全身而退 我又怎麼能夠獨善其身呢 好 竹馬 你去給我打瓣水 我要洗臉 好 三弟 你說話呀 有什麼委屈 你儘管說出來 沒有什麼原因 她就是該死 那好吧 該怎麼做 就這麼做吧 葉蓮凱 都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為她辯護 你拿她當二哥 她拿你當兄弟嗎 好 父親 我很早之前就跟您說過此事 可是您不但不聽 還把我關起來 我以為忍氣吞聲 就能夠保住藍婆一命 可是沒想到您這麼對待 來人 給我把她押出去 是易連善指使蘇副官殺藍婆的 易連善 你想殺我們夫妻不成 卻把蘇副官的死 栽在藍婆頭上 卑鄙 你說我卑鄙 說我派宋副官殺老三 你們不是已經把人給抓了嗎 為什麼不帶回來當面對峙 而是把她給殺了 她是自殺 誰能證明 有 此人姓潘 明堅持 二哥應該也見過了吧 潘建篪 這個人我知道 可他是老三的人 當然會向著老三說話 從雍南回來 我就一直在納悶 為什麼老三也覺得 我會派人殺他 現在我明白了 原來一直是你在跟老三 吹枕邊風 老二 二哥 既然他現在是我的妻子 無論他說了什麼 你都不該拿槍對著他 男人之間的事情 跟女人沒關係 我已經一忍再忍一推再推 二哥你別逼我了好嗎 你們眼裡還有沒有我 來人 全都給我壓下去 是 二哥 二逃殺三世 不過是利用人心的嫌隙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不希望我們兩兄弟之間手足相殘 話說得漂亮 卻在背後捅我的刀子 我逼死孫副官 我就是為了你啊 如果他不死的話 就會有人用這件事情 來興風作浪 你明白嗎 說到底 說到底 你還是不信我 我怎麼信你 你讓我怎麼信你 來殺我的人 是你派過來的副官 就算我信你了 你能保證你手下無疑心嗎 我 孫副官死之前 他喊的是你的名字 所以我為了你逼他自殺 你殺了我的副官 還說是為了我 你覺得我會信嗎 好 就算你不相信我沒關係 你懷疑我也沒問題 但你為什麼拿槍指指秦桑 你要拿我當兄弟嗎 好 我沒拿你當兄弟 我問你 你被困之山是誰 跟李重年在前線打得火熱 還要分兵去救你 我再問你 你生死未卜 又是誰 不顧一切地跑去雍南 非要找你 老三 我們才是親兄弟 可你居然為了一個女人 不相信我 好 兄弟相證 難道這是我一家 避不開的名書嗎 小草 你怎么过来了 好了 你看我不是没事儿吗 你呀 不该说出二哥的 只要能保住你 跟谁翻脸我都不怕 颜云 你来看我了 芸汐 他们说宋副官是你指使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真的 颜云 你也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如果不是你去救蓝颇 蓝颇早就出事了 你是怎么找到蓝颇的 我听三妹说 蓝颇把车开到了河里 她是怎么逃出来的 她有没有受伤 既然你这么关心她 还是去看她吧 芸汐 别说了 回吧 芸汐 这么说 三少爷杀宋文强的时候 潘副官在现场 属下赶来时 三公子的马已经惊绝 索性三公子没事 属下便和三公子 一起制服了宋文强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名刺客 想刺杀三公子 并杀宋文强灭口 我和三公子一起击毙了刺客 从刺客的手上拿到的枪 是扶军的 三公子让我保护好少奶奶 他去审问宋文强 短短的几句话之后 宋文强举着枪说道 二公子恩人 老宋无能 对不起你 便开枪自尽了 怎么说宋副官是自杀的 怎么说 三少爷对他说过什么 属下不知 在此之前 你对宋副官的印象如何 属下愚钝 不太清楚 好吧 你先出去 老大 老大 你怎么看呢 如今宋文强已死 死无对证 不管是三弟的拘捕解释 还是 潘剑池的在场证言 都毫无疑 这件事情要想了结 得看父亲的意思 您是想追究此事 还是追究此事背后的道理 家里的事情有什么道理 该追究的是 兄弟相残的心 从何而来 爹 如您所说 他们兄弟两个人 真的打起来了 您曾经说过 兄弟相争是祸 只有我才能避免这个祸 可是 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如果芸汐 真的去打蓝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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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如何去面对 他们兄弟两个呢 我一直很好奇 是 二嫂 你是范先生的女儿 帮我解释看 你想说什么 范先生为什么 把你嫁给二哥 却更看重蓝坡呢 这是我爹的秘密 如今 这个秘密 已经随他而去了 范先生那么看重蓝坡 他是不会希望蓝坡出事的 范先生 请你保佑蓝坡 她无心与人相争 背后却总有人想害她 您有什么样的证据 说有人要害蓝坡 他们兄弟两个 曾在我爹面前起过誓 兄弟之间 只争吵不伤害 不可能只凭你一个人的意断 要真像二嫂那么说的 秦桑感激不尽 我求求你了 帮帮我吧 三妹 你找错人了 如今我是芸汐的妻子 要帮 我也只会帮我的丈夫 可是你最记挂的 不还是蓝坡吗 如今已经不是了 我有更重要 更记挂的人 二弟 十年前 我隐退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 军务正务 再也不参与了 这回不是军务正务 而是假务 是二关三关 如今两人斗得不可开交 我这个当爹的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兄弟相争 当年你和老六争权 我就是看不下去了 才心灰意老 回家来守祖坟 每一代 都是兄弟操阁 真是一家的不幸 所以我羡慕你啊 你看 你几个孩子多好 我也是从我们 这一代看透了 世人给孩子留的遗产 都是危险 留得越多 危险就越大 我什么也没给他们留 恰恰 是留了平安这个遗产 平安 平安多好呀 所以说 叫孩子 你比我有办法 那你说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是当爹的 得会躲吗 怎么躲 其实很简单 虽然孩子长大了 但他们 还是小孩子打架 看着是小孩子之间打架 但其实 是一家继承人之争 你叫我这么躲 你叫我这么躲 大哥 你不是喜欢 用天平来成东西吗 为什么不把他们兄弟俩 放在天平上 你不是喜欢用天平来成东西吗 来 所以 你回去 你会找一人 他没想到 你怎么这么闭 如果可以 一楼就是想全部 我的门 你打架 这个能够吗 不是 您去了趟祖坟 有什么办法了吗 殿高高裴德 马上回府院 与张希坤 江静毅 私审一连慎 一连凯一案 这是一家的家务 父亲为什么要让这些外人来审 还是你二叔说得对 真相是怎样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继承人这个天平上 给谁压下更多的伐马 这次大帅让您来 要审二少和三少的案子 具体是个什么案子 您跟我说说呗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你就别瞎打听了 这次要不是你求着我 我才不会把你带到府院来呢 对了 这次你去府院 到底想干点什么 长长见识呗 昌夜我都呆烦了 我来府院玩玩 到了府院 你和三公子 能不见面 最好就不见 您怕大帅不信您了 这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 这种案子水太深 有些事情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就纳闷了 二少和三少都是大帅的儿子 他自己不审 非让你们几个过来 说白了 还不是他自己的家务事吗 这还不明白吗 大帅之所以让我们审这起案子 其实 就是想看看 我们这几个人的立场所在呀 搞这么复杂 我还是喜欢西方的办事模式 简单明了 一目了然 你懂什么 中国人含蓄 恰恰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身 与表象之外 洞察求好 更是一种手段 这种案子难审 难就难在 这立场不好占哪 是 那就禀宫而断 谁的情面咱也不留 禀宫而断自然好 可也得有大帅撑腰才行啊 不然这案子一了结了 大帅一家还能够其乐融融的 咱们 可就家破人亡了 这桩案子 一定要让输者输得彻底 输得连命都大进去 否则这输者早晚有一天 会陷犯整个独胎 这桩案子 就是这个情况 电话里 我已经说过了一遍 这件事情 不能传出去 要密审 你明白了吗 大帅 既然是审案子 请问这后果如何 什么后果 审案子必然会有输有赢 这赢的一方也就罢了 可这输的一方 又该如何惩戒呀 既然如此 输的一方永不录用 如果是这样 即便我的身家地位都不要 这桩案子 我也不能伤 什么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是说了 大帅可不能翻脸哪 不翻脸 输者必杀 如果 不杀书方的话 那我们这几个 审案子的人 就都得死 高少爷 好久不见了 三少奶奶 你憔悴好多呀 不好意思 我 快人快语了 高少爷 是偶然路过府远 还是随父亲一起来的 是我求我爹 让他把我带来的 他说要审 二少和三少的案子 你父亲来审这个案子 还有谁 还有张希坤张主席 江静毅江长官 张希坤 他是二哥那边的人啊 怎么能让他来审呢 张主席是偏向二少 但是江长官也偏向三少 我爹呢 不偏不倚 你就放心吧 有我爹在 肯定能还三少爷一个清白 可是 还了三少爷清白 二少爷 恐怕就死得很难看了 什么 潘副官 事发时只有你 三少奶奶和三少爷在现场 你是唯一的证人 现在就听你把事发的经过 详详细细地 给大家讲一遍 属下赶到时 三公子的马已经惊绝 索性三公子没事 同时属下 发现了宋副官 对马做手脚的事实 当时宋副官想反抗 属下立刻制服了宋副官 那之后 你又是如何杀他的 我没有杀宋副官 他是开枪自杀的 我是诈一诈他 看他说没说实话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啊 高度军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不用管 单凭潘副官 说他一个人制住了 宋副官这一点 我就不相信 他一定是在说谎 我没有说谎 当时二公子并不在场 为什么说我说谎 老宋是我手下 头号的名将 可一人单挑四位营长 你说你一人制住了老宋 我不相信 就因为他是你军中的猛将 你就认为在下 制服不了宋副官 没错 除非有人帮你 如果没人帮我 那潘副官 敢不敢比试一下 如何比 宋副官已经死了 难不成 你让我和一个死人比吗 跟我比 这样 成真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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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这个场景 跟我制服宋副官的场景 是一模一样的 我信了 好 既然二公司 已经认可了你的公司 答案也有了 我们就继续往下审吧 潘副官 三少爷下之山一星三人 你怎么就认定了 是宋副官在这马身上 动了手脚呢 我们离开知山的时候 宋副官鬼鬼祟祟的 在马的耳朵旁边拍了两下 宋副官平日里 也为三少爷伺候马匹 拍马两下 让马更加驯服 那怎么能说 是在马身上做了手脚呢 难道 这马能懂宋副官的手语不成 自然不是 骑马的人 在骑马之前 都会拍下马脖子 表示一种对马的感谢 但是如果宋副官 拍的是马脖子 我就不会有争议 但他拍的却是马的耳朵 当三公子的马倒地之后 我特意去查看了 马的耳朵 您猜我发现了什么 什么 斑毛 这种虫子可以释放出 令人兴奋的毒素 当他钻进马的耳朵里 马就突然 大哥 大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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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仙乔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芊儿 你先出去吧 我有话要对父亲说 出去吧 父亲 接下来我说的话过于歹毒 不想让芊儿这么纯真的人听见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原来父亲还记得十年前的旧事 当年你的腿是怎么断的 你们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结 冲 驾 驾 我倒想知道这真正下手的人到底是谁 自从老三在枝山上出路锋芒 这风浪就一波接着一波 你认为是老二干的 两个人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二弟用同样的手法来害老三 也有可能是老三用这样的手法来陷害老二 总之 案子一天没有查清楚 就一天下不了定论 那你觉得 现在应该怎么办 没办法 权力相争 兄弟相残 这就是一个怪权 一个权高位重之家的宿命 之前 我还觉得高佩德杀了书家的手法 过于狠毒 现在看来 谁嫌弃了这场陈年久安 谁就是我的仇人 是 父亲 仙瞧得怎么样了 没事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有些疲累 是我给她的担子太重 你去好好开导开导她 我知道 去吧 您慢走 老爷 打工资怎么样了 管家 老爷 备车 老爷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我明白了 我这儿就去安排 义轩 您这是 我能进去吗 不知道您知道吗 三少爷已经把这个宅子送给我了 我知道 连自己娘的宅子 这个宅子都可以送给别人 我这个老三太没出息了 不止这个宅子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 既然这个宅子是敏小姐你的 我想借个地方 来看看你 居然还有别人的允许 真是荒唐 可这荒唐 活该我来承受 好 每次想起这副织紧 就会想起你 想起你 就要来看看这副织紧 积雪 要是你还再多好 帮我出出主意 陪我说说话 我怕你不想再见我 你还是那么年轻 你还是那么年轻 我都老了 这几十年 我打下自己的江山 我守着江山 我守着江山 守着三个儿子 还有这么大的一座家业 可我怎么 越来越觉得孤单了